接下來就是我們全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繼續連線給淡江大學戰略所的副教授黃介鎮 黃教授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老師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其實現在以巴暫時都是一個停火的狀態 但其實這個停火的協議可以說是非常不弱 任何有外力介入或是沒有喬好的話 基本上很有可能再度引發戰火 而在這一次聯合國的聲明當中 可能會造成什麼的影響 而且美國的角色又是什麼呢 基本上美國在這個共和黨執政的時候 尤其是川普執政的時候 對於聯合國作為一個整體 或者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基本上它的影響力不大 而且它自己本身也不太參與一些人權委員會的會議 所以這個人權委員會通過的一個決議案 基本上只是一個開端 它希望能夠進行調查 中間的癥結點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是不是無差別的攻擊 另外一個就是攻擊方肯定是以色列的軍隊 那麼軍人 具有軍人身份的人 對手無寸鐵的百姓實施攻擊 基本上當然就會觸犯到 所謂的戰爭罪 那麼現在關鍵問題在於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這個決議案以後 到底是如何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那能不能夠到實際去調查 以色列會不會配合或者是阻撓 都會影響到這個後續的發展 如果我們從比較這個直接現實的面來講 這個只要以色列不與配合 或者是不承認的話 基本上這個調查小組 所能夠做到的報告 可能也是不完整 而且沒有辦法這個 這個究責或者是降墜在以色列的軍隊身上 所以它是一個 是一個目前來講 只是走了第一步 後面會怎麼發展 我們還要持續的觀察 好那麼再來看到 其實面對中俄的威脅 頻頻繡肌肉 而美國的拜登政府 也在調整它軍事的應應方式 現在傳出說 美國的7150億美元的國防部預算 要協助轉向相關的核武現代化 來發展它未來的作戰能力 那我們要持續來請教教授的事 包括我們知道 其實現在應對了中俄威脅 之前就有傳說 美國的武力 似乎跟中國大陸打起來 似乎有點出現平盤的狀況 甚至有點微微的落後 現在美國要發展所謂的核武現代化 再加上之前 美國裁軍大使也在聯合國說 中國大陸是快速的累積核磁武器 美國也高度關注 會不會最後演變成 中美甚至俄國也都變成軍備競賽呢 這個核武軍備競賽 一直是冷戰時期的一個 國際安全的指標 在冷戰結束了以後 美國跟俄羅斯雙方都有 各種不同的協定 針對於射程 針對於彈頭 不同的協定去採檢核子武器的持有 那麼可是在這個最近幾年 尤其是川普總統 這個從過去 那個小布希總統開始 基本上美俄之間的 所謂核武的限縮的條約 以及在川普總統時候 對於中程核武條約退出 那麼基本上就已經使得 這個國際上面核武強權之間的 相互制約或者是談判的一個機制 面臨了崩解的一個情況 那麼當然一方面是 美俄之間有很多這個競爭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現在後起之秀 也就是中國大陸 對於核武現代化投注的預算 經費努力還有人力 基本上來講都是速度相當的快 那麼但是中國大陸又不在 過去冷戰時期的框架裡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變成如果美國沒有辦法 把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加起來 重新談判出一個 有關於核武現武的 這個發展的相關的條約 或者是國際的機制的話 那麼自然就會 美國會加強他自己的這個 核武的現代化 這一個部分的努力 另外一個我們最近都看到的消息 就是中國大陸實際上 在核武的現代化 以及更新一代的 這個可以投射核武的導彈 以及核彈頭等等方面 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這也是美國 與其說美國是帶動軍備競賽 可能從另外角度來講 美國是有鑑於中國大陸 現在核武現代化的進程加快 雖然它整個彈頭的數量 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跟俄羅斯 但是它核武現代化的速度 會讓美國感覺到壓力 所以美國才會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仍然不管是疫情或財政壓力下 仍然投注相當多的經費 準備現代化它自己的核武的庫存 好 黃老師 那我想要持續請教說 其實中美兩國其實在27號的時候 展開了貿易談判的對話 是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對上了 中國大陸的劉鶴 雖然說雙方其實在部分的聲明上 看得出分歧還是非常明顯 但如果我們是第一次談 而且用試水溫的概念去看的話 未來中美貿易戰可能更僵持 或是會有轉圜的空間呢 這個美國和中國大陸 是世界前面兩大的經濟體 是世界前兩大的貿易國 所以這種他們只要兩國之間 產生貿易戰的話 就是幾乎等同於全球貿易大戰 其實在拜登總統 還有賀錦麗副總統 在競選期間就不太願意 也不太贊同川普總統的全面的貿易戰 那麼所以拜登總統當選以後 大家非常清楚 就是在貨品貿易上面 跟這種高科技的貿易上面 應該會有所區隔來對待 只是說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針對美國希望要價 以及美國希望討論的細節 以及不同的產業別的區分 有沒有更詳細的規劃 目前好像還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戴琪跟劉鶴的 第一次的通話應該是彼此 互相把這個對方的態度 能夠摸得更清楚 那麼更了解 在拜登總統當選以後 中國大陸的態度是不是有所轉變 彼此之間互相摸底 互相認知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會從一次的電話誤談 或者是美方 並沒有重大的貿易關稅的宣告 就認為這個會談會談不下去 我覺得這個才是起手勢而已 後面還有很多可以繼續談的 好那教授我們其實也很好奇說 其實現在台灣就是缺疫苗 而現在日本也聲明說 他們會使用輝瑞而把AZ來捐給我們 預計六月份就會到貨了 你怎麼解讀這件事情 有可能是美國在背後間接的推波助瀾嗎 這個當然不能夠排除 一方面這個日本政府 還有日本的民眾也很清楚 在這個日本311海嘯的時候 台灣同胞的淨力的捐輸來援助 這個也有很多日本人心存感激 那麼目前來講 我們儘量少一點從全謀 或者是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疫苗 不論有沒有美國的幫助 不論是日本是自願的還是被逼的 我們都不需要太過去考慮這個問題 今天關鍵的是人命 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能夠獲得疫苗 大家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沒有施打疫苗 我防護力是零 那麼不同種的疫苗 它的防護力到目前為止 都超過50% 所以減少染病的機率 減少重症的機率 給我們緊急醫療系統喘息的空間 就不需要太過去在意 日本是不是自己不打 給我們打的這個態度 我們現在是先讓疫苗進來 然後讓我們能夠解決 能夠儘快的封控住 我們蔓延的這個新冠疫情 這個是首要 我覺得少一點面子 多一點實質比較重要 好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黃教授 接受我們的視訊聯繫 提供精密的觀點 謝謝黃教授